今天是想boss们的第五十五天 今天呢我给boss们拍一下我今天一天都在干四目 OK 首先是刷牙 让自己牙齿白白的 第一 然后呢就是洗脸 这回都用到自己的双碎 所以的话就不给boss们拍了 搞死 叮 还是镜子里的自己好看一点 叮 现在呢我刚洗完树 对 怎么说呢我想跟boss们聊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多 就比如说露言啊那些 就每次希望看到boss们的时候都是 怎么说呢 开开心心的不要受伤 要是boss们受伤我们也很心疼 就像boss们心疼我们受伤一样 呃 今天呢我现在在学习的就是语文语文课本 六年级下诊 我给boss们浪读一下吧 哎 boss们也是第一次听 呃 听我浪读课文的 哎呀呀呀 你从 哎 长江之歌 你从雪山走来 春巢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金涛是你的气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 补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 玩起高山大海 我们赞美长江 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 你有母亲的情怀 你从远古走来 巨浪荡滴着尘埃 你向未来奔去 掏身回荡在天外 你用纯洁的清流 灌溉在花 灌溉花的国土 你用磅礴的力量 推动新的时代 OK 我现在就学习到这里 有点困 那我就 不懂 睡觉 晚安 我也不懂 太轻松了 有点大声